因为我身边的东西不够多啊 哦对没有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你多半时候在酒店或者是 对就容易找睡 也没什么事情 但是也蛮晚的 也挺晚的 多半时候最晚也不会超过三天 我觉得大概 现在不会 对不对 你在台北会更晚 嗯有的时候 会通宵吗 嗯有的时候 台北屋里有些什么东西让你这么久 还可以玩这么久 我在家也可以通宵啊 那玩什么呢 干什么呢 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说 有没有看看 有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会做的事情 躺着 我躺着可以躺很久 那不就睡觉吗 休息 想事情 就冥想 吃东西 吃 看电视 看电视 看什么类型 上网 看什么类型的节目 我喜欢看 有的时候 就最近啊 看新闻吧 就最近啊 最近我喜欢看一些 那种 大家在讨论的那个 怎么讲 那叫什么 呃 刘宝洁那个叫什么 大家一起讨论的 所谈话类的节目 讲外星人啊 或者是美人鱼啊 就大家你一言我语 对就在讨论 哪边出现外星人 然后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 我们下一集 我们下一集再讲 而且你多了制作人 每到关键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的放送 所以你喜欢看谈话类的节目 听听大家的一些 就是很古怪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会想 我也会想 有没有外星人啊 所以我会进入他们 前段时间 好像微博上说外星人的事 说的特别多 就有关于什么 广州出现了好几个 这是假的吧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有一段视频 我不得不相信的是 就是国外有一个知名的 所谓的UFO的一个组织 他们做了一段视频 是说把全球各种近年代的 发现UFO的这种视频 就实拍到的视频 连在了一起 然后大概那个时长有一分多钟 我看完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个星球 也一定会有其他的生物 这个我肯定相信 我绝对一定 你相信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来 但是我虽然是没有亲眼见过 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 时不时的就来吧 当然 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去啊 我没去过 我没有 我也没去过 有太空的说会去 就是去什么月球啊 去别的地方 火星附近转移一下 对 是不是 有给你这个机会 你愿意去吗 我不去 但是 我是说 做太空的说我不做 但做飞碟我做 如果外星人开飞碟来 接你走 我走 我走 你就舍得放弃我们 你就去到别的星球了吗 我会去 真的 但他跟你说 他不能回来咯 不行啊 我会开 我自己再开飞碟回来 哇 你厉害了 对 就你愿意做外星人的飞碟 你也打死不会做 人造的 就是星空穿梭之类的东西 对 你不相信他们 不是不相信 是不相信他们的速度 是 我不喜欢待在上面 OK 没有那么多东西陪你玩 对 对不对 也没有随时想吃东西就吃东西 好像可以 太空桌应该可以吃吧 只是会飘在空中 太空桌吃 可乐也在空中 可是太空桌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呀 哪有我们自己在陆地上想吃什么吃 陆地上 对 但是还是可以打包上去 嗯 对不起啊 我是觉得 夏令昌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就在于 他会 就是 会把自己的想法很直接的来表述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满满 有人知道你特别喜欢这种 外太空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没有讲过 我好像没讲过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 我会看这个节目 或者是美人鱼的 嗯哼 美人鱼的 有啊上次不是说找到看到美人鱼吗 所以你相信他是真的 我相信海底有很多 鱼 很奥妙的世界 是很 我其实是害怕的 但是我会想也了解 我也觉得很可怕 那个下面 海底下面 那么深 所以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有海怪 你觉得有海怪 你觉得有海怪 我是真的觉得有 你很害怕 那你想知道是什么海怪 对不对 我会好奇啊 但是 但是 我会觉得 他是很 很厉害的 嗯哼 这对音乐创作有什么关系呢 有啊 狂想啊 对啊 狂想啊 但我觉得是事实 他真的在下面 他真的在下面 你 你 你写一首歌 哎他真的在下面 哎他真的在下面 你有以后 有了狂想 以后会不会 阶段性的 下次出的专辑跟UFO有关 再下一次可能是跟海底的水怪有关 可以啊可以啊 是很有趣的歌 如果你的演唱会 可以把这个变成某一种 体现的现实的话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但是因为没有人看过海怪 所以我怎么塑造一个海怪的样子 我可能做出来 人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也许他就真的是那样 对 对不对 嗯哼 音乐创作里面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像 呃 肖敬腾这样 他喜欢用音乐符号 这种狂想 这种 带有摇滚心直的这种感受 来做音乐 我觉得他就会让人觉得很 一听你的歌 我刚才之前还跟我们编导说 我每次在KTV里边有一首歌 我们一定要点 你们猜是哪一首 王菲 王菲 王菲是 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唱 我不能抢他的饭碗 没有 我有一首歌一定要唱 海域烈 海域烈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每次一唱海域烈的时候 全场暴动 你都想不到那种效果 所以那是我的拿手曲目 也是我的压箱机的 真的吗 我跟你讲 每次只要很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场子会比较冷 或者大家没什么意思的时候 我说我来一首海域烈 也会有朋友说 黄尔你来一首海域烈 这个时候场子就会热起来 但每当你的高音的部分的时候 我都很难上去 这个时候我会很机械地把麦 你们来唱 可是他们真的有唱 这就是很神奇的事 你自己在KTV里面有唱过这些歌吗 有吧 你还会真的 你还会真的要唱海域烈吗 不会吧 没有 应该是人家会叫我唱 如果你在 比方说我们俩同时在KTV的话 我打死也不会唱你的歌 不行 我会觉得自己没自信 没信心 怎么会呢 真的会这样 那就 那就唱别人的吧 那就唱别人的吧 不 我还是会唱的 就即便我唱的 开心就好 就我开心就好 音乐就是这样的嘛 所以你在KTV 我之前看你的资料写的是 你在KTV里面唱的最多的歌是 张信哲的 对张信哲 真的是资料的歌上面写的 KTVBK之歌 阔湖张信哲全部 我不保证这个档案资料是对的 我给你证实一下 求证一下是对的吗 是 是的 对张信哲全部 就你会随时想点哪个都 点哪个你都能唱 不是就全点 会不会变得你一个人的 对早期是这样 早期是这样 后来我慢慢放手 让大家一起唱 慢慢放手 让大家一起唱 就原来你唱的时候 还不能让人家插歌 对不对 也不是 因为我以为大家都不会去唱 都不会唱 怎么会 KTVB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 就可能有一些人 像你刚刚说的 跟我去的话 他就不唱了 嗯 这样 那我就想到我就自己唱 结果你越自己唱 他就越不敢唱 最后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唱 后来他们应该生气也开始唱 生气 也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 最后就不 大家不AA了嘛 就你一个人付钱嘛 对啊 对啊 全场KTVB就你一个人在唱 你有碰到过这样的朋友吗 你说怎样子的 就是最后 大家唱唱唱唱的 就就你一个人唱了之后 他不想给你AA了 然后你一个人买单吗 没有啊 大部分还是我买 都还是你买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更应该你买了现在是吗 我我会买 我自己会买 嗯 我会去买 你是主动的吗 我是主动的 你是主动掏钱 掏的最快的那个人吗 应该吧 还是主动掏钱 掏的最快 但是不拿钱包的那种人 呃 我钱包都不在我身上 你看 但你要带钱包 有钱的话 我有带钱 但不在我身上 就你一定是 但是你一定是掏钱 最快的那个 对 好 这种朋友特别好 因为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喝酒啊 所以我很清醒 大家都一直喝醉 所以你 你不喝酒的 不喝 好 好习惯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张青藤学习 不要喝 但是有偶尔喝一点 小啄一下也是可以的了 我是不啄的 你只是用作开 我让你喝酒 我试了